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Sigma Pro里面的彩带图 Ribbon Pro,我们先看一下 这就是一条一条的彩带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概有五条 然后我们在五条可以从X轴这边看得到 然后在Y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是在0到120 然后它的Z这边高度是很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资料是怎么摆放的 因为资料的摆放决定了我们绘图的方式 OK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X1 Y1 Z1 这样第一条 X2 Y2 Z2 注意看一下它摆放的方式比较特别 在X跟Y我们可以看到它是1 1.5 这样去排的 那就是第一条的 然后Y这边就是002 224466 它这样一个宽度去排 然后再过来 那一样 在X2这边也是2 2.52 2.5 这样一直跑下来的 然后Y一样 0 2 4 6 8 它这个Y2跟Y1 事实上是一样的 这样 那你有5条 所以就一直会到X5 Y5 这样OK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其实它是好几条凑起来的 然后它事实上就是第一条 然后可以看第二条 这样子 第三条 第四条 然后第五条 OK 事实上它是这样凑起来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 怎么去做的呢 它是用这个3D Mesh Pro 事实上是做Mesh Mesh这个网格图去做成 只是它是三条的形式 这样一直把它做下来 然后一共有一个 OK 那如果同样的东西我们 去看一下 那就到45 123456 那同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画成线 这边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那有一些图他可能喜欢这样 往里也可以套结起来 这个资料就是第一条的 OK 然后如果把它全部弄起来 我们可以看得到 OK 那这是5条这样套起来的 那颜色上你可以持续进来 这是一个范例 OK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 用这个来画这种图 就是这样一个BAR的这个图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来执行怎么画这个图了 OK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图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图 这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图 你如果全部把它弄也可以弄这个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比较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图 OK 然后我们看它的资料是真的这样白 没错 X Y Z 三大都是1的 X2 Y2 Z2 然后X3 Y3 Z3 然后我们再一直拖过来 就可以看到 X4 Y4 Z4 然后X5 Y5 然后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 OK 在Pro这边 一共有5个嘛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开始做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现在在开启 一个新的 New 一个 Warpage 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一个3D mesh 在3D mesh 3D mesh OK 好 那我们 XY XYZ 为了方便 我们这个把 XYZ 先框好 下一步 XYZ 对不起 X YZ 然后再下一步 再过来 第二个 X YZ 第二个 我们再下一步 第三个 X YZ OK 然后我们再过来是第四个 我们把这个拉过来 X YZ 再下一步 X YZ 好 大功告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图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个颜色 怎么去设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 漸层的 看一下 我们用漸层的 那如果你不想的话 没关系 那又个别的 去把它弄 在这边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我们用个别的 用 这个 套看看 每一个都可以把它套一下 那如果你要单纯的 比如说 第一个 我们纯红的 好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个图 没看五个图 我用Blo2 那Blo2 我们 用这个好了 那第二个就有了 那针对Blo3 我们也不要吹走 我们来Bloin 那就有Blo4 用Pink Blo4 我们这边把它用一个 Cream 这边 你Nine的这个 边界线 你如果要 跟他一样 那就 就 看不出的 那一个 边边的效果 那你可以这样去搞 第二个 第一个 我们都可以试看看 OK 好 那我们这一个 ribbon的展示 我们就做到这里 叠字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